來的部分 那裡面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設計一定在content preholder裡面 然後呢分別就是在這邊建超連結 比如說 從白羊座開始 這個 這個這個 我想你們在網 那個網路上搜尋應該都有 就是 12星座的時間 哪一天到哪一天 那這邊只要有個連結 這個超連結的話呢 就是從這邊 我們可以做一個連 這個超連結 你可以從 我這邊是用那個 在標準裡面有個hyperlink 用hyperlink也可以 做到 那hyperlink裡面呢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從hyperlink裡面呢 去做那個連結這邊連結的變更 把這個連結變更可以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這個我們的 白羊座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這是home的部分就點進去之後的話 可以連結到其他的12星座裡面 那這個是home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會有default 這個default的首頁 那首頁一進來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把它點開來給各位看一下 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呢 載入 主板頁會問 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主板頁 不是 我們的must page 又是哪一個呢 而是他舊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那個 他的這個 裡面 基本上他的 有一定會 連結到 某一個這個must page 裡面 不過這個地方呢要把它做一個修改 修改成什麼 修改我們現在的 這個must page 那實際上 我建議各位 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就直接怎麼樣呢 你乾脆 把這個default 怎麼樣呢 直接 按右鍵 新建一個新的項目 新的項目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選的是 webform 那 檔案名稱的話呢 請各位怎麼樣呢 把 default2改為default 把它蓋過去 那特別注意啊 在 選擇 主板頁面的時候打勾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 開一個新的網站 他就已經幫我 決定了我的主板頁 可是我要改別的網頁怎麼辦 改成別的主板頁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呢 再開一個新的首頁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OK 按新增 新增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說 你請問一下你的那個主板頁要哪一個 有兩個嘛 對不對 下面這個是預設的 就是 你網站一開起來他就有了 上面這個是我們自己建立的 所以我們當然選上面這個按確定 然後他問你要不要取代 我按下是 然後問你說是要不要取代 是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 全部 全部都把它改為是 那各位可以發現呢 這個時候有沒有 我的default的部分 就會是什麼呢 就會是我的 新的主頁 那你就不用再去改什麼程式碼 你要去找什麼 Must page那個地方 又 重新開的時候打勾那個主板頁再選一下就好了 這個方法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接下來的話呢 在這裡面 我default要先連到home好了 所以在這裡的話 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用hyperlink 放一個hyperlink在這裡 那這個hyperlink裡面的話呢 我就要讓他連接到我的home 就是我那個home的首頁好了 然後這個home的首頁的那個 UIL的部分的話 我們再去找一下 他的 有沒有這個地方 他的網址 瀏覽一下 他是這個home的首頁 Default先連到home好了 home的話再連接到其他 12星座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流程 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的首頁就完成了 Safe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等一下再來講 就是說 連進去之後的話 那個樹狀結構那些 怎麼產生的 OK 那麼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這些 先建立起來 那 再講一下 這個 在Must page這個地方 你就自己再打一個名稱上去好了 然後呢 把那個content playholder 放在這裡 不過如果說 將來因為 各位可以發現 合併儲存格之後 他會放在中間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呢 這一個儲存格 可以把他怎麼樣呢 可以把他放 偏 靠上 有沒有 那之前靠 要把他靠上呢 其實不太容易 不過 教過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表格 選取 選擇 這個儲存格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不是有TD TD指的是 現在這個儲存格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沒有對齊 對齊的話是 應該是 這是垂直的 垂直的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改為TOP 就是 這邊有一個V的 Edit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 對齊方式垂直的對齊方式你可以把它改為TOP 你會發現有沒有 Content playholder 跑上去了 不然將來你的那個 頁面會變怎麼樣 會變在中間 就是說 他一直都在 這個 畫面 他奇怪 不會放在上面 從上到下 他是 中間 會怪怪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也把主板 稍微調整一下 另外 看你要不要改顏色 底下的話 看要不要填田連